我們靠北車子什麼車都要試對不對 沒錯 今天我們遇到女生了 要靠北女生 沒有我們只是要介紹他一無哪趕 好 什麼車介紹一下 老師還是第二代的Ghost 全新Ghost對不對 沒錯 隔了10年他終於催出了第二世代新車系 這麼頂規的車子隔10年才改款 這合情合理啦 嗯 是不是 那你再介紹一下他到底 外觀上有什麼不一樣 好一般我們對於其他品牌 新世代車型我們都會覺得說 他一定會有個全新的造型 然後MV型的外觀 對可是老師還是其實非常的有趣 就是他整個的設計 雖然是新世代車型 但是你乍看其實好像沒有做太大的變化 其實他整個的車型 除了歡泉女神的力標之外 其實他整個的設計其實都做了很大的一個變化 像我們水箱護照 他其實也做了一個更新 他其實會變得更緊湊一點 然後整個的視覺比例其實是有點向上抬身的 我會覺得說你從外觀看 其實他整個的霸氣度其實是更明顯的 可是我覺得他動感也同時艱鉅耶 之前感覺純粹就是霸氣 現在感覺更加的流線系列 而且他從A柱開始往後走走到C柱 我會覺得他C柱比以前更斜 對 有點像以前Rise那樣子 就是雙門車的那種coupé的感覺 所以導致我那時候 一過來開到這個車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這車好像沒有想像中的大嘛 對 就沒想到這台車已經到5米6了 對 還是標準軸距喔 對而且他跟以前上一代的構成比 其實也增長了許多 是啊 如果說這個車要長軸的話 甚至要5米8曲的 嗯 非常的恐怖 所以 但是從外觀看 卻覺得他修長優雅 這我覺得是非常厲害的部分 除了外觀以外呢 當然這個車最重要 就是我們現在在的地方 沒錯 我們幹嘛在這邊開始 就是為了他的內裝嘛 嗯 你這個內裝 你覺得什麼樣的感覺 一坐進來 我覺得一坐進來 當然是這個 皮革的顏色 其實還蠻吸引人的 先嚇到 對 原廠的名字叫做粉鋼藍 對 粉鋼藍 對 它這個顏色 其實我覺得做進來 因為它不會太濃液 它飽和度其實沒那麼薄 其實它有點水水藍藍 其實我覺得 做進來還蠻舒服的 粉藍色啦 有點帶一點那種夢幻的感覺 的FU 對 因為一般很多人 對於豪車的想法 可能會覺得說 米色啊 深色 然後就是很中規中矩 但其實老實來是很多的客人 或是他們自己的操作方式 其實都還蠻年輕化 蠻活潑的 你從這個內裝其實就看得出來 買到這種車的 陳某買家兩三千萬了對不對 當然各自都有各自的組件 對 所以選這個顏色 我覺得是無可厚非的啦 一定有人會喜歡啦 就是要與眾不同嘛 更重要的是 它配起來真的超乎想像的好看耶 對 雖然我們想說這麼大一台 這麼霸氣的車子 配一個粉藍色的內裝好像怪怪 但是實際做久了 你會覺得 再加上那個木紋飾板 還有那些鍍戈剪 全部配起來 意外的合拍 對 而且感覺 視覺的感是比較輕一點 整個空間放大 就更大了對不對 雖然那空間本來就很大 除了這些之外呢 我覺得像什麼 我們平常在講的什麼 駕駛輔助啊 然後什麼 3C的科技啦 手機連結這些東西呢 我覺得 講這個是多餘的 還擠去空調這個東西 在這個車上 什麼都一定是最頂的 沒錯 這台車都已經選一選 以後要大概2500萬了 沒錯 空車價也要2000出頭萬耶 嗯 所以 我覺得講比較有趣 你平常比較不會遇到的東西好了 好 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現在的座椅 對 就可以調整整個椅子的椅背的輕腳 嗯 像我現在就整個往前 對 這都是電動調整的 嗯 然後整個往後你就會更舒服 那加上這個腿部空間是足夠的 所以你坐在裡面 其實真的就有那種 VIP豪華Lunch的感覺 對 然後之外呢 像是我們的前面有個 看起來像桌子的東西對不對 對 一般車不是就要搬下來嗎 沒錯 這個只要按一個按鈕 就電動調整就下來了 嗯 你要在上面辦公啊 放手機啊 放飲料的啊 都很方便 沒錯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呢 像是 這個椅子 我們也有 按摩功能 我現在亮燈的這個 整個身體都要一直起伏 對 都是在 然後最重要的地方在於 這個門超酷的 你開門的時候 你輕輕按一下 它就自己幫你彈開 它會開一小段 開一小段是怕你 不小心開太大 影響後面的來車 順便讓後面的來車 也知道說你要下車了 你要開門 嗯 然後呢 你繼續呢 你再拉著 它就電動開啟了 對 就是你隨 一直拉它就一直開 放開它就停了 不是的 那你要關起來 像我現在上車了 嗯 你這樣子拉 是不是很不優雅 沒錯 這車重點就是在優雅 所以呢 坐進來舒舒服服的 按上左邊 C柱上面這個按鈕 它就自動關起來了 沒錯 這就是頂級車 對 這就是頂級的人生 嗯 而且除了後座 前座一樣也是可以用 電動開啟的 對 它的開關是設計在中控那邊 是的 可以幫助後座的開啟跟關閉 嗯 對不對 好 除了這些以外 當然啊 乘坐的感覺 你總不能一直坐在這邊不走 對 開車上路 再感覺一下其他的部分 好 終於開到全新世代的Ghost了 那這次的動力也改變了 變成像是 Karlina那個動力 6.75升的V12 KL也有四分之三是它們的傳統 對 然後V12的Wallway前進 它的最大馬力其實沒有變 一樣維持的是563P 那它的扭力峰值稍微提升了 來到850牛頓米 那0到100加速 剛好看了 4.8秒 因為我車還快 不過這種車其實不需要去在乎 它的0到100到底有多少 我覺得它主要是開啟來給人的一個 駕駛的感受 那這一次全新的Ghost了 它的車身結構採用了 跟老師來師最新的都一樣 就是鋁合金的車體 然後這次它們的懸吊系統 非常的厲害 它就是增加了 在原本的懸吊系統上面又增加了一個 左右各二的一個阻尼 減震的系統 那最大好處就是可以讓它整個的在行路質感 其實是更穩定 那製震的 我補充一下 應該是左右各式 因為它的阻尼器 小小那個阻尼器其實左邊有四顆 然後右邊有四顆分上下兩層這樣 重點不是在這個 重點其實是在於 它裝了這個阻尼器以後呢 你等於又有兩個避震器 兩個避震器行程 也因此讓你 像我們現在在開車 你不覺得震動啊 然後對於 車內的那個影響啊 都降到最低了 對就是讓你的 乘坐的舒適性效果其實是更好的 那當然這個對 側頸的意志也是有幫助 那原廠表示這個改善的幅度達到了30% 那至於整個開起來的駕駛感受 我個人是覺得這麼大的打力之下 其實起步加速其實感覺是 非常的輕快 那你當然要說它輕盈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 畢竟它的車身其實已經蠻大的 然後重量其實噸位也是蠻夠的 不過在過程中 你不會覺得說 它會非常的笨重 我覺得其實還是蠻靈巧 而且最大的特色 它這次有配合四輪轉向系統 不管你是在轉挖還是在迴轉的過程 其實我覺得都是有幫助的 鄭姐你覺得你坐在後面覺得怎麼樣 我特地坐後面的用意就是在於 這個車不坐後面真的是太浪費了 對不對 大部分老闆們才買得起這個樣子的車子 那我坐在後面感覺 就像你講的 這個車如果說你才嫌它不舒適 那我真的想不出來還有什麼車比它更舒服了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它的隔音也是非常的棒 我剛剛大家看了一下 雙層玻璃啊 然後厚實的門板啊 按照車廠官方的說法 這個車子 居然足足有150公斤 是花在隔音材料上 你想想看150公斤 多少車廠要省這150公斤 都不知道投到哪邊去 這個車居然是放進了 兩個成人的重量的隔音材 讓車更安靜 而且很酷的地方是呢 車子真的太安靜也不行哦 因為你在路上跑的話 太安靜其實你會有一些危險性存在 所以車內的很多的聲音來源 其實是車廠設計師設計了以後 故意過濾後 送進車室 讓我們知道現在的行車狀況的聲響 所以在這樣子的概念下 加上我坐在後座這些時間來 我真的覺得以後座買家來講 這個車子實在是沒有什麼可以調剔的 而我覺得這樣子等級的高級旗艦房車 應該算超級旗艦房車 它也在賣的就是輸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部分 像什麼把力動力跑多快啊 還是什麼車內科技多先進啊 這都不是它真正的訴求啦 真正的訴求就是 為什麼我要花到這麼多的錢 兩三千萬買一台車 然後來每天代步呢 重點就是 它所能給我們感性的成分 遠大於更多理性的成分 就是你想要最舒適 最快速 最安全的抵達目的地 對於這樣的成分買家來講 這就是它選車真正重要的重點 我看到一張串的 就是你 好像看一張的 是的 你先把這裡的錢 我猶著 因為它 現在 我也是 說